要说李纯刚对天师府说放屁二字 山外人听闻 也只会说老剑神豪迈气概不减当年 尤其是迈入陆地神仙门槛过 更是底气十足 大可以将李纯刚是做剑道上的仙侠人物 可一旦换作由徐凤年来说 可就变了位 好端端两大高手 分立古牛大港大雪平和道教祖庭龙虎山 哪怕只是言语交锋 也是尽显风采 你一个花拳绣腿的柿子殿下凑什么热闹 徐凤年已经可以想象 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 整座江湖都要流传这个天大笑话 方才与柿子殿下勾心斗角 处于劣势下风的轩辕清风难掩幸灾乐祸 整个人总算有了些精神 不再死气沉沉 憔悴得没半点人气 徐凤年瞪了他一眼 率先走向古牛祥府邸 徐龙相和青鸟紧随其后 轩辕清风犹豫了一下 与黄放佛和红彪一同貌于缓刑 红彪面无表情 黄放佛在这一小段语录里 暗自思量颇多 眼角余光轻轻贴了一眼刺系客青 红彪这人为人处事一项 口碑不错 古风这个评价可不是谁都能揽到身上的 红彪身为贫寒出身的徽山大克青 对上能不卑 使得轩辕敬义事事以礼相待 私下称作敖鹰 而非养狗 红彪对下更是不亢 从未流露出得意自满 任何人与他讨教武学 都愿意倾囊相授 绝无狭隘门户之鉴 可不管轩辕敬乘这些年 对红彪如何暗中扶植栽培 当年上山终归算是 轩辕敬义领进上门 这次大雪平反水 与自己共同击杀 恩主轩辕敬义 当时黄放佛可是吓了一大跳 这是传出去几乎可以让 红彪半辈子英明毁于一旦 不小心就要被冠一头后 有反骨的说法 黄放佛心中冷笑 这算不算一个把柄 你红彪今天能判出 轩辕敬义的二房 以后会不会再背叛 新主子的嫡长房 红彪冷不丁说道 红彪有一事 必须与小姐说明白 轩辕清风轻轻吻了一声 红彪语调平静道 当年红彪上山前 实则暗中受邀于静成兄 才下定决心前来徽山 否则以红彪资历本事 当初决然没有勇气 来鼓牛大岗一笑大方 黄放佛眯起眼 轩辕清风如是重负 解开心结 转头微笑道 这些年尾屈红叔叔了 红彪低头拱手道 理当如此 红彪抬起头直势 马上就要顺势掌握 徽山的年轻女子 说道 但红彪毕竟受了 轩辕敬义许多恩惠 恳请小姐能够善待 二房子弟 轩辕清风柔声道 红叔叔不要担心 轩风并非那小肚鸡肠的女子 二房是大乙是事实 一味清洗一己 只会让动荡中的灰山分崩离析 清风会尽力安抚 二房三房 任何既定规章 不做任何更改 可亲们愿则留 不愿则去 即便金约离开古牛大港 徽山一样欢迎各路英雄豪杰再度上山 我父亲敬自辈的恩怨 以及在网上 道金约便彻底结束了 若是其余两房有人闹是起信 清风承诺可一可二 但事不过三 到时候若是还不肯罢休 就别怪清风心狠手辣了 轩辕清风说得云淡风轻 黄放佛却心安许多 他生怕这个女子得志猖狂 在灰山大开杀戒 到时候刽子手谁来做 还不是他和红彪 而且如此一来 他便彻底没有回旋余地 彻底与他绑在一根绳上 这本是平常御人手腕 道理上说得通 可黄放佛却要轻看了 轩辕清风好几分 执掌百年世家 就是一件汉山摧月的吃力活 只会小聪明耍狠 与刁嘴泼妇无异 不值得黄放佛效忠 最头疼在于轩辕清风 本身武力不值一提 北梁柿子一走 当下镇压越酣畅淋漓 约后反弹兴许 连他和红彪就越累 说不定使出浑身解数都压不下 走到挖空山峰坐府邸的 古牛匠门口 徐凤年站在檐下躲雨 回望大雪平 轩辕清风站在附近 斜了斜脑袋 腐顺几缕贴在脸颊上的青丝 安静不语 风雨渐渐停歇 府邸中走出一名 眉清目秀的少年 见着众人 对轩辕清风毕恭毕敬说道 大老爷昨曰交给小的四眉锦囊 说今曰雨停便给小姐 世子殿下与两位大客亲 轩辕清风略微惊奇 黄放佛和红彪神情格外凝重 虽说郑重其事 但无惊讶 显然不是头回拿到锦囊 其实大雪平击杀轩辕敬意 便是各自锦囊要求 黄红两人事先都不知道 对方真正投诚于轩辕进城 轩辕清风三人从少年手中分别接过锦囊 黄放佛和红彪立即请辞 离开大雪平 两大客亲始终不曾有半句客套寒暄 黄放佛回到京社小楼 还了身杰静衣袍 清 星号星号星号 香 拆出锦囊所藏小轩 反复观看树边后轻轻丢入紫檀香炉 笑了笑 难难道 静城凶果真不负我黄放佛 精致裁剪的小轩纸上所写 才寥寥时余字 亦如轩辕静城寻常谈及文章综艺 所谓的简为诗文静静 请黄兄刘徽山十年 可入紫玄 黄放佛先是微笑 继而放声大笑 轩辕静城啊 轩辕静城 你这是要我替你女儿卖命十年吗 既然你说 可帮我入紫玄境界 别说十年 二十年都可以等 黄放佛笑过之后 决定再在古牛大岗读书十年 相信 以轩辕静城的算无一策 就算他这十年变揽密集 不得入紫玄 黄放佛笃定到时候 便有下一个锦囊出现 可谓自己解惑 黄放佛根本不去费神 那个兴许十年后用不上的锦囊 到底在何人手中 以轩辕静城的缜密心思 恐怕黄放佛把古牛大岗 翻个底朝天都找寻不出 时候不到 天机不显 黄放佛愧叹道 静城兄 好意如圣 让黄放佛神往啊 红彪一直没有入住 灰山客卿的豪奢惊涉 由减入奢义 由奢入减难 因而他选择 住在山腰一栋 僻静竹楼里 拆开锦囊后 额头渗出冷汗 锦囊所写大概意思 远不如给黄放佛的 那个荡气回肠 只是轩辕静城好心好意 提醒一生 红彪 如果清风对红兄击毙 轩辕静意 心怀戒地 大可以说是当年红彪上山 是由轩辕静城邀请 贵座清竹查几钱的 红彪攥紧拳头 手臂倾金抱起 他红彪当年上灰山 自然与轩辕静城无关 当时大雪平一番说辞 只是临时起志 耍了个不为人知的心眼 只是为了消除 轩辕清风的戒备 所以这个锦囊 看似善意提醒 何尝不是一种警告 红彪深呼吸一口 抬头望向窗外 笑道 静城凶果然是仙人 红彪心悦诚服 古牛将屋檐下 徐凤年望着一道彩虹横跨当空 一头在大雪平 一头在天师府 风景绝美 徐凤年打开锦囊 愣了愣 上头书写简洁恶药 轩辕静城此生所学心得 世子殿下只需向小女讨要一本 问鼎阁内的春秋 加油书信一封 末尾更有一句 开门见山 世子殿下不负他 徽山必不负世子殿下 轩辕清风靠着一根狼柱 泪眼朦胧 红彪有反骨 需要清风以利福人 食恩不如食微 徽山平安时 可养 动乱时 必杀 黄放佛好明 为父自有安排 十年内此人不会有一心 十年后他要出头 自会有人压他 为父留一家书让龙虎山道童交给你爷爷 清风不用挂念此事 徐凤年如果歹念无穷 得寸进尺 你可去寻访那云锦山 吊礁泥的道人 这位仙长倩为父一个人情 曾答应为父出事一次 若是徐凤年点到极止 此子可以相互共事牟利 清明时分 你娘若不愿上坟 清风不必勉强 既然不能相濡以沫 相望于江湖 已是人生幸事 打你出生起 那约爹便在老贵树下埋下一坛酒 以后一年一坛 至今已二十三坛已 私下取名女儿红 可好 莫怪爹唠道多余 为时事这些年与你说话不得 以后 孙子叫福瑶 孙女便叫雅宋 如何 这些年爹没事就翻阅古书典籍 为时事百般头疼 都想不出满意的名字 爹希望他们以后要念书便念书 习武便习武 天地是大 所占不过方寸的 人生苦短 才百年三万六千五百约 糊糊涂涂过了一辈子 就很好 越过几回 切记切记 徐凤年看到轩辕清风 把那锦囊内的轩纸咽下腹中 真是个狠心娘们 敌掌房悠悠庭院 那名女子也收到一个锦囊 宣纸上却是空白无一字 未完待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